在游行车队上接受民众欢呼 王建民难掩情绪激动 其日的大联盟王牌投手 现在已经晋升国家队教练 双世国庆的英雄大游行 是每年的重头戏之一 当然为国家争光的选手和教练们 更是大家的目光焦点 不然你接下来这个12场 有没有什么目标 当然是打赢的 这个目标这个还要问吗 还有这点场笑容阳光灿烂 带领中华队当队长 可为9年在U18世青赛夺冠了郑忠泽 现在也要跟着前辈的脚步 勇闯大联盟主梦 很风光啊 就很开心吧 很多人在看 然后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荣耀 我现在在小联盟打 目标当然就是上大联盟 游别运以往 技职选手今年首度加入国庆游行 要和国人共享中华民国技能软实力 战上世界舞台的荣耀 这是第一次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期待 今年的英雄游行 包含了季职选手国军凯模 还有今年征战各地 在世界大学运动会 世界各级棒球赛 取得佳期的选手教练 而这些棒球国手 也将在11月投入世界棒球的12强比赛 争取2020东京奥运赛的资格 现在在国庆游行队伍中 接受民众欢呼 让国人一睹英雄风采 也将荣耀分享给全民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